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晨宇要参加歌手6的消息已经传出 粉丝们都站了 昨天下午开始 机场已经聚满了粉丝和围观的群众 粉丝们拿着华晨宇的标台默默又兴奋地等待华晨宇出场 华晨宇1990年2月7日升于湖北实验 中国男歌手 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 2013年 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生 凭借过度的唱功或年度总冠军出道 由于自己独特的风格 被粉丝称为火星弟弟 出道以来 华晨宇发展势头一直很好 不仅为我们奉献了很多金曲 还参加了真人秀 当然让人忘不了的还有卖会唱歌的右手 原来在演唱时 华晨宇的习惯性动作就是用右手配合音乐节奏挥舞 因此大家都戏称华晨宇的右手是一只会唱歌的右手 华晨宇长的虽然不属于吴彦祖式的美男路线 但呆萌的个性却是圈粉无数 只可惜还是整容了 曾经长相清纯 一副大筐眼睛显得格外呆萌 然而如今的华晨宇肩下巴 高鼻梁 一副网红极视感 已经完全没有了单纯的模样 整张脸也像换过了一样 辨识度很低 对此很多网友纷纷调侃 这是到版权之龙吗 有人在天涯社区发表了题为深巴人启王华晨宇 原来是个如此猥琐的屌丝 有图有真相 阅读量有近70万 文中列出了许多华晨宇的空间分享 当然叫华晨宇的不止一个 别问为什么是这个华晨宇 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华晨宇 据说是个富二代 爸爸华福熊 大博华福奎都是湖北石燕竹山县人 家族是做银矿生意的 其经营的湖北新银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是目前中国境内唯一一家拥有金银炫矿 业链 身家工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矿山企业 快乐男生八锦七其他的选手的父母都亲自到场 唯有华晨宇父母都没有来 父亲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方便露面 华晨宇父母离异 父亲已经重新组织家庭 随着华晨宇的走红 平日开豪车 住豪宅的消息也被扒了出来 不过能读艺术院校的 就算不是富二代 家里应该也不会很穷 说起华晨宇 就不得不说邓紫棋 两人的恋情也是让吃瓜群众很猛逼 一个是经常深陷炒作宜云的黑料小天后 一个是二次元宅男火星弟弟 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组合确实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去年有人拍到邓紫棋去华晨宇的公寓为华晨宇庆生 第二天早上离开 逗留了一夜 二人恋情曝光 之后就是狗粮不断 一起出游孩当众接吻 但是好景不长 这对音乐界的逼人因为长时间的分隔两地 事业又都处于上升期 据少离多 加上香港和内地多少存在文化差异 又没有充足的时间磨合 最终导致无法继续走下去 而之后不久在一档唱歌的综艺节目里 华晨宇更是当众表白新人范圆圆 我不禁喜欢你的歌 我连你整个人都喜欢 女方听完则面露羞涩 无法招架这位灵魂歌手的表白 不仅如此 华晨宇还认真承诺要为他写歌 不管是真是假 都希望华晨宇音乐能越来越好 当然 邓紫熙这边也没闲着 被传出与富二代兼造型师Mark Gale在谈恋爱 邓紫熙之前在做客新兴秀时曾说 最想对前男友说的是再见 所谓好聚好散 日后好相见 即使分手了 也祝愿两位音乐人在作品上更加成功吧 不管怎么说 华晨宇作为第一个街机就开始宣传的歌手 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他的精彩表演吧 目前歌手第四期已经录制 歌单也被多数网友提前曝出 按书场顺序 一 李盛杰安静 反场 二 汪峰儿时 三 李全爱的真人 四 Jesse J Earth Song Flashlight 五 张韶寒 Bicill Mutual Despectio 六 张天我 七 苏世丁他 八 华晨宇齐天 这是华晨宇在跟导演洪涛沟通 大家都知道齐天是华晨宇的代表作 而且歌曲相当有难度 网友爆料华晨宇凭借这首歌曲拿到了当晚的第一名 而且重点是华晨宇是从歌手开播以来第一个 也是唯一个三连贯歌王Jesse J的手里抢爆了这个第一 这就厉害了 Jesse J杰师姐那场功可是国际公认一流 华晨宇总算给我大天朝保留了点颜面 不过君君还有一个开心的点是看大家爆料知道了粉碎了张韶寒被淘汰的传闻 张韶寒要是不在了这个节目真没法看了 你们期待花花在我是歌手的炸裂演出吗 您最值得关注的权威娱乐账号